李卓宇人議員 李卓宇人議員 近來發生的很多的爭議 其實都可以看到 民主化事實上是一個持續在進行 持續在發展的過程 其實我們還有非常多會完成的工作 轉成這意義是其中很大的一塊 那出去和諧基金 就是說這是一個公益基金 在座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這個公益基金的性質 有些朋友可能比較不熟悉 那我很簡短的說一下這個背景 因為它不是一個基金會 它其實就是一筆基金 那這一筆基金呢 其實是2004年中共大學 後來因為發生所謂的 就是要求驗票的這個爭議 那麼在當時這個要求驗票的爭議當中 其中的一個爭議 事實上是說驗票的錢 都要誰來付 因為在國家本來的規劃裡頭 其實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一個預算 但是呢 如果要大規模的驗這個 總統選舉的票的話 那麼其實事實上是需要一些資源的 那在美國的這個孫大博先生 就是也就是晉順堂 Kinston technology 的這個負責人 那麼它當時其實就主動捐出了1億台幣 然後作為驗票的這個經費 那這一筆錢在驗票結束之後 大概還剩差不多4千多萬 那雖然也並沒有希望再把剩下的錢拿回去 那它就是也希望就是說剩下的錢 就是繼續能夠留在台灣 作為促進族群核協之用 那麼這筆錢後來事實上就是委託 這個司改會協助處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就針對這一筆錢 那這筆錢當然它也沒有說 並沒有實際進入到司改會 它就成為一筆公益基金 那這筆公益基金其實就是 它的目的就是要促進族群核協 所以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就是這筆族群核協公益基金 我們今天在座參與這個座談的 這個談題跟個人 那麼我想在就是說 今天在座的朋友裡頭 可能也有人在過去這幾年 也許參與過向促進族群核協基金 申請經費或者是參與過 由促進族群核協基金支持的這個活動 那過去這幾年當中相關 這筆錢其實對於台灣的民間社會來講 其實事實上是有一定程度的 對民間社會所要進行的活動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這個意義 那麼這筆基金呢其實到今年 事實上大概就要用完了 那當時其實是在營運到爭議結束之後 這幾年留下人口 那麼其實等於說 我個人其實也是這個基金的所謂的諮詢委員 那當時就說針對這個基金要怎麼樣使用 那麼有很多朋友參與 要成為所謂的諮詢委員 那所以過去這些年我們等於也是在協助 就是說發放這個基金的同時 主要審議相關的這個計畫討論 那麼同時就是說也讓這個基金 能夠有一個妥善的用途 那這一群基金我們審試減用 但是到今年就是錢總有用完的時候 那所以到今年年底大概這個錢就要用完 這一個系列的由族群核協基金 所主辦的相關的這個論壇 那麼也就是針對我們過去幾年 透過這個基金所支持的相關的這個計畫 相關的這個工作 做一個最終的一個就是成果的一個展現 然後來呈現就是說 透過這麼多不同的這個面向 不管是要促進多元的文化 或者是要能夠繼續的 推動轉型正義 或者是相關的意義立體 這一些這一系列的論壇活動 其實也就等於是呈現 就是說這個基金過去這幾年 跟整個台灣公平社會之間的這個關聯性 所以今天其實這個很高興大家能夠抽空過來 參加這個座談 就是說周末的時間來選擇參與這個座談 那我們很感謝大家能夠齊聚在這裡 我們今天總共邀請了四位這個論壇的影言人 那目前還沒有到場的事實上是紀錄片導演 洪衛健先生 那他稍微單哥了一下等等 就會這個出席 那在我左手邊的事實上是林士宇先生 那他目前是成為基金會的資深志工 那其實這個麥可從年輕的時候 就是參加台灣的這個民主運動 對 台灣民主化的構成裡頭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曾經參與 那麥可事實上一生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讓台灣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 所以從年輕的時候 編導賣雜誌參與民主運動 那麼一直這麼多年來 透過他的意義 那很多人可能看過他的這個作品 那他也長期在協助成文證基金會 我們過去是成文證基金會的董事 那現在是成文證基金會的資深志工 那在左手邊最左邊的這個葉宏林 是台灣一間曾孝宇合結出境會 現在的這個執行長 那其實我好像也應該順便透露一下 我這個時候正在當執事生 正在當這個小小的這個協會的理事長 但是所有跟我們會晤有關的事情 是他最懂的 那我想我們前面 包括我在裡面的理事長 可能都會同意這件事 那過去這幾年 民間正常與和解出境會的主要工作 事實上是在做白色骨骷 受難者的狀態 因為整個台灣的對於 展型正義認識的缺乏 所以其實一般人 其實對於幾十年來的 這個國家暴力的作為 只留下一個輪筒的影響 那很多人 或是我今天講到轉型正義 那很多人只會講到28 但是事實上除了28之外 或是跟28是一起的 但是時間拉得非常長 整個國家 其實幾十年的 在威學體制之下 幾十年的運作 造成的這個國家暴力的現象 而且他留下來的這個影響跟創傷 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今天的了解 都還非常的有限 那這是過去這幾年 台湾一天正常 就是說這個 和解書經會 這樣試圖在努力的東西 在我右手邊的 這個莊聖晃先生 他所從事的議題 如果我們一樣講 大家對白色骨骷不了解的話 目前他所在從事的議題 事實上 社會上的恩師更少 那麼他是這個台積樓 關懷台積樓 並文化協會的這個 總幹事 因為我們有時候是執行長和秘書長 是總幹事 那他是這個總幹事 那所謂的台積老兵 其實在台灣過去的這個歷史當中 台灣人被日本人徵召 去打日俄戰爭 去參加太平洋戰爭 二戰期間 非常多的台灣人 後來戰爭結束 在活動內戰的時候 又有很多台灣人 被徵召 被當時的中華英國徵召 到中國大陸去打中國的內戰 所以我們其實會看到 可是這一些人 在這個台灣的歷史變動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成為了被遺忘的人 那麼有一些人到今天 他們的遺憾 可能還不知道留落在何方 那這一段歷史的這個重視 其實它有很多的意義 不只是台灣的民主化的意義 包括戰爭與國庭之間的關係 包括人的尊嚴跟權利 在一個時代的這個變動當中 他什麼面對的 種種的這個困境跟挑戰 那莊聖旺先生 他們這個關懷台階老兵 文化協會 那事實上 這幾年所在做的事情 事實上也就是在進行這一方面的努力 那我想等到 洪衛健先生來的時候 我們再請他發言 那再多很多人 我可能有看過洪導演的作品 我們做了看拜聖國文化的時候 就是說常常有時候會 這幾年可能會接觸到一些年長的受難者 或是受難者的家屬 但是我想在那麼多的受難者 受難者家屬當中 可能很少人是像洪導演這樣的經驗 因為他事實上是在他媽媽的肚子裡 就在他的母親 就是因為拜聖國而入獄 所以他的整個童年有相當多的時間 其實也是在獄中 那你可以去想像就是什麼樣的國家體系 什麼樣的政治體制 可以造成這樣的經過 那他過去這些年 拍了一系列的紀錄片 幾乎所有的紀錄片 都是跟轉型正義這個主題有關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 因為他有個人工作室 所有的紀錄片都列出來 那用的東西 其實完全是呈現威權時代的特性 因為他有一個紀錄片是拍 我記得標題就叫蔣公行館 專門在拍 就是蔣介石在台灣各地的行館 那就是說用行館這兩個字 你放在威權時代之下來看 其實坦白說是非常精準 台灣所有濾光山色的地方 風景秀別的地方都有一處 那他我記得他拍了大概20幾處 但是實際上的總量大概是差不多 那個數字的獎金兩倍 所以類似上這些議題其實都是 就是說我們所需要知道 但是整個社會還不夠了解的這個議題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請 這個林士宇先生 我們大家叫他Michael教官了 所以就是我們就先請Michael 那開始跟我們分享 成文成基金會的特別事 就是關於這個綠島人 青年人權的一些成果 我今天代表成文成的基金會 特別是幾屆的 幾屆的安全簽譯 其實我是來向那些基金自信的 我今天 我沒有看過 這個英文人的事 我沒有看過 這個英文人的事 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我會 我想他們的客人是嗎 沒有關係的帳號歷史上這件事非常非常漂亮的演奏 而且是非常困難的 真相當然有意義 那麼很少人 很少人能夠認真和誠懇 跟他們用美的方法協助有心要做事的人 來 做一件小小的或大或小的轉型正義的社會動作 我想正義是需要很大的拼心 去彌補長期的集體的生涯 那創方重的程度 我想再舉些例子 譬如說陳寧安提到 專門基金會之所以得到這個基金的協助 那麼是因為基金會在2008之前 他現在連續辦了七八次 在一個安全民黨院的協助營 那營隊呢 是這樣的 大概會有四十名 學員進大裡 大學生也不再會找 那麼工作人員也有十幾萬 所以在學生大概 大概就會有七十萬人 大概六十幾位 然後會有一些老師 然後呢 我們會邀請受害者 他的事務 然後到綠島 那麼綠島是 當年的 破案現場 他曾經在1951年 跟1965年是一個 集中林的 新生訓堂處 不過在720年到 幾年之間 每個地獸山莊 高強勢的監獄 都是針對 政治犯人 那麼 我們之所以有機會 辦這樣的活動 其實是在 摸索的情況下發生的 譬如說 在 我這樣子講 我參加過幾次運隊 在運隊裡面 扮演的角色比較像 吉祥霧 給他摸摸個 是一個 禿頭的老先生 在旁邊看著 那萬一出事的話 可能讓我附帶點 就是成立的 那 大概有幾次 每一次 那個 運隊開序 開 開始的時候 我如果有機會講話 我都會跟這些人講說 這三天過以後 你會變成一個不一樣的 為什麼這樣講 我會跟這些人開刀有關 開刀也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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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參加這個基督徒 他現在還是直接 我不去教他 跟那學人講 你會在這裡看到 好像看到手上的地板 那地板不是只有耶穌有真理的 他會發的時候 真的有人被 用鐵絲穿起來 一下 然後踢到水裡面去 有人活過來 手上只有 鐵絲穿過去 在那裡 你也可以看到 受人者 把手上給你看 那指甲是被打掉的 所以我說 你們會變不一樣的 你在這裡 有青年目睹歷史 那你以為 不可自信的過去嗎 是這裡 那是在綠達化身的時候 今天在這裡也一樣 各位已經看到那個 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就在老底 所以 我們在 因為這個題目很有趣 轉現身為敬之功 那為敬在於說 有很多人 到今天可能 還 無法想像 不願意承認 整個地方 這些事 不知道怎樣面對 這幾個 我正在讀的書 也充滿了 也可以反映出這種 現象的私心 我在讀那個 看那個藍的 我 我現在也把專門出來 那為什麽 會讀一本 西班牙的一位 作家寫 他寫的 三公典 福采成的寫 三公典 寫給 你 那可能 藍色的寫 你可以看到 在 很難想像 在什麽樣 二十世紀 在什麽樣的 在什麽樣的 能够尿当那么强的善意 使得人不把其他人当乱 那么你要去处理这种 这种伤害 其实过了几十年之后 我觉得我们在关心 第三方民主化之后 整个过程的人来讲 我都觉得到这个时候 人类还没有找出解决的帮助 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尝试 我们面对那么大的恶 那么非人无法想象的那种 恶那种伤害 知道我们要如何重新做人 那个恶就坏到说 我们无法把他消灭 不消灭怎么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就去见到人 二十年之后 他会去包装这些人 跟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会 我们会认为说 只能用和解的方式 只能去追寻转成真 去回复正义 我们没有办法 去找那种报复性的正义 因为那只能死的事情 不断的被人要求去回复 这些事情 关心的人很少 错的人更少 那像和解心 这样出力去 让我们有机会去 把所有的 相关的因素都找来 让他们在历史现场 互相认识 都是我看过最义无脸之前 我看过那些小孩子 在老人的面前 我们就看他看 看他们手在哪里 去他讲的怎么样受伤 然而我看到那些老先生 如何在任何的当下 得到安慰 我认为 因为自从我们有能力 开始谈转成真以来 执政者不管是 律人 做了很多事情 那些事情 不管是 補偿也好 逆配也好 恢复名利也好 所有的 这些动作 都比我们一种 虚假的感觉 在那些老人的脸上 我看不到 还得不到安慰 那事情很简单 因为大部分的动作 都只是 lip service 都只是口头上的 可以满货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看到 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 当年每一个人 用自己的生命 跟自己的争取 不管是 民主也好 是人权也好 通这道队 都被伤害 都被伤害 然后呢 加害者到今天 一样的感觉 所以你说 我们做到 真的回复了吗 我们对当年的受害者 都感觉到说 真的 可以放心的 把那些伤人放下来 直到 直到 我在遇到 看到那些 年长的生命者 看着那些小朋友 而言 然后 我感觉到 这些老人和他安慰 那我在想说 奇怪 我也是看不到 对 我们那些小朋友 找 几年 结果他们的日子 不断的 看法 听他们的讲 做记录 协助他们做很多事情 可是他们看到我 我觉得 没有人走大 那我一想 我是难怪 他们大概是八十几岁 那我记得也六十了 但是我现在 又看不到什么 五千 如果 八十几岁 那我一种想法 也是因为我翻载 很忘 大概也是一张 有利 那我跟你来 那么 这个社会的主流 不管是 就是有利的人士 媒体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所以给他的 他的 啊 口头上的 物质上的 各种安慰 其实 都抵不过 啊 在我们面对的 这些社会的 不断的倒退 民主 这些 这些国家 所以 真正的安慰 是 这些老人 在 看到二十岁 年轻人的时候 都在感到希望 我了解的老人 他们在二十岁的时候 恶罪得很大 我侥幸不下来 很多人 没有办法把他们的 伤痛 跟他的配偶 直理 谈谈 那么在这 将近半世纪当中 在这社会里 他们 被忘记 不被谈论 所以 实际上 不是忘记 是没有人知道 如果有谈论的话 是你去 以及 把眼带 误别的 所以 那些是没有生意 但在眼里面是 看不到希望 从来没有的 平常不讲话 一直到 他们会发现说 女生在台上 台下有 一百双 可望的眼睛 安静的 平常不讲话 所以说 我觉得 他们在 安静的 这是 我今天 要讲的 我对 这个基金做感动 我觉得 这是在我们一个 小小的 工作方面 有做到 所以我说 反对 反对 有问题 可以贴地亦的埃 意义的娃娥 他要 许真的娃娥 他都要命迷 他都要希望 他要求 他要求他 他能不能肯定 他要不 sticky 太棒了 詞曲 李宗盛 麥可 他講到在遇到青年人權益裡頭 受難者跟年輕人相見 他覺得是一個最優美的面對不行的方式 卓星科協基金因為之前支持的計畫裡頭 當時傳承基金會的申請 其實主要就是在支撐 支持青年營那麼多 我自己其實是參與過青年營其中有一屆 也是去參加 當時也確實是目睹了麥可說 這個情形後 你會看到年長的受難者 其實跟年輕人互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是得到一種精神上的釋放 我們在民間介紹與隔節的促進會 我們也有經驗 就是你去訪問的受難者 他是這一生第一次對一個人 雖然這個事實上是因為他成為謀面的人 因為是年輕的學生去訪談 年輕的學生去訪談 這個被聆聽以及這個被理解 以及被認知到他曾經遭遇過什麼東西 其實事實上你常常是轉進正義 或是真相的力度 那洪導演剛才現在已經到了 那這個我剛剛有介紹到洪導演 那我想現在如果洪導演可以的話 也許就接下來請洪導演發言 因為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還是胎兒期 就已經事實上是在獄中的這個經驗 其實很特別 那洪導演一系列的這個紀錄片當中 那他當時的一個計畫 如果沒有計測的話 事實上是帶著影片要到校園裡頭 去進行巡迴的這個作態 也是一個要讓年輕人更理解 就是過去在我們這個社會 在我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的一個經驗 那我們接下來想洪導演的話 我想坦白是 我的經驗大概比較特殊 剛剛李老師在這邊講的話 我自己在這邊講 我想大概在我這個年齡 跟在座的學生 或是同學或是前輩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出生在1950年 1950年這一年是 國民黨來台灣以後 最奇怪的一年 有1949年的1月21號 落江下營 然後4月21號 中國就過長江 然後5月多 5月5號前後 所有落江回他的故鄉 去掃墓 然後從此 他就沒有再回到他的老家 那麼他從 從浙江的老家出來 是有挑夫 有走路 然後又搭小船 然後到了外海搭租筏 然後上軍艦 從軍艦到澎湖 那麼澎湖 澎湖住下來以後 他跟 澎湖聯絡 孫立委員說 在澎湖聯絡 所以他6月 就從 6月初 就從 澎湖大飛機 到了澎湖 那飛機他不敢下來 他在上面問 說 怎麼下面狀況怎麼樣 那孫立委員說 都是自己 他放心 那事實上 他對台灣的狀況 他還是不能放心 因為這一年 1949年還來 那麼 1945年 台灣光復 或者說是 門手樓 或者說接手以後 他在 他在 柯年 還有來過一趟 那麼 或者那年底 還有來趟 因為他要避壽 他是1887年出生的 所以 他這時候60歲 他要避壽 所以他來台灣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 對台灣的印象 是很 覺得這個比較不錯 那麼 19年的 三長白海戰爭 他打出之後 他就整個套來這裡 但是 他的心情來看 他還想去兩個地方 就是說 他到了鳳山以後 他從鳳山 再往北走 到了大溪 那麼他大溪的太子兵館 就是所謂的工會堂 住下來以後 那麼 他當時還做了一套洗 因為我派過他的一些 老將的小將的行為 做了一些調查 或者他的思維風源 那麼 小台在這個地方 有一些 有些計畫 然後做了他永生裡來的 第一套洗狀 然後他還去了菲律賓 然後他還去了南韓 那麼 那麼他那時候講 就是說如果台灣還守不住 他就逃菲律賓 他就逃菲律賓 後也是逃菲律賓 所以他在這兩個地方 都有一個多期 那麼這是1949年的事情 那麼 49年的 十月一號中共建國 那麼他 這個 所謂的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在 在1905年 孫中山提出來之後 到1919年 呃 呃 可以撤離這個名字 就是國家 中華民國的國家 他直接想說 什麼 那麼1919年之後 他那個時候 已經不是 所謂的 國家的年老 或者是年首 但是下一個 那麼 那麼 他跟 跟 副總統之間的關係 很緊張 所以他到1905年後 他 又宣布 他自己要出來當 那麼 這49年的年底 呃 我母親是1926年出生 我1905年 他獲真人差了兩個 你們兩個都說 那麼 那麼 他在1943年之前 1942年 他就從下面來台灣 他這個時候只有 呃 十六七歲 那麼 通日 然後通 一點 福州化 下文化 北京化 還透明一點 上海化 所以他來台灣 他們家在台北的 大道城 有一個很 很出名的一個 投資 他們當時只有 一支 就是千元 這個藥房 現在大家還可以 看得到 那麼 千元藥房是非常大的 難免 過敏的藥材 所以他就在台灣 那麼他來的時候 只有十六七歲 從1943年 到1943年年底 以十一月二號還是九號 前陣前前出 就是一開始工廠 所以到1945年 就工廠完了 當然台灣 算是很光復 那個時候 我父親大概在那個時候 從安徽過來 所以兩個人在 一個在 呃 一個在 現在的監察院 就是那個時候的教育廳 和教育廠 上班 他們戀愛 那是1949年 年底的事情 那麼 這個時候 他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 1934到1941年 陳寅怡是在 福建做聖主席 所以他們對 他們下面人 對福建 陳寅怡 陳寅怡 印象什麼 所以福建聖主席 陳寅怡到1945年 在台灣做 掌勞 做台灣掌勞 那麼 他們是就 不可以 不像 那樣頂去 那麼他們在1949年 年底覺得 台灣的局勢 還不錯 因為1947年 二二八對他 對象 呃 並沒有那麼緊張 其實那個事情 在當時 前後 到二二八 到三月 呃 十七號 呃 白松席 跟 在台灣 十七八十九號 才令我回上海 四月一號 呃 白松席 又回到上海 那台灣的總二八 也過去了 所以 那個之前 跟那個之後 就是說 比如說 1945年 年底 大概 那個 那個 烏科家 黃龍燦 來台灣 他是第一個 然後到1947年 二二八事變的時候 過了以後 還來了好幾個 那麼 到了1950年 以後 情勢緊張 讓五十七號 的工科 被 注意的很兇 所以 黃龍燦 在1950年 被抓起來 一些 五人槍 那黃龍燦的 作品最出名的就是 二二八的恐怖的檢查 那麼 那麼 我值得背景說 1947年的二八 對整個環境的 緊張作用 還不會像 後來到1950年 這一年 老將自己上來做總統 然後開始 他兒子幫他把 掌握 五個情質系統 在台灣開始抓人 好 那麼這一年 我們一起 我們算了一下 這一年他有一千多個 被抓 或者是 這個數字 我們來通見 精確的數字 所以 我母親在1949年 年底 就回去打電話 叫他的媽媽 我的外婆 就來 他說 1950年的1月要結婚 然後我們父母親 就說 1950年的1月結婚 結婚之後 1950年的5月22號 那麼就開始 那個時候 他們知道前面 一開始 他們也不清楚 那我母親就被捕 1950年的5月22號 1950年的24號 5月24號 父親接著被捕 那被捕的原因 就是因為 1949年的7月8月 他們在台北教育處 有參加一個 聊天神教育廳 社會處班的 心理學獎師 那麼說獎西班的主任 于飛 後來拋掉了 他叫朱荒春 大概在2005年 他在北京才做事 那麼 他的 他的 太太 後來就抓錢 在《國語日報》上班 你被抓錢 這案子代表只有 世情人 槍斃的死 那麼 這個余飛案 是造成的 1952年 1950年的5月25千被捕 那麼這件點在裡面 當時的 被捕的裡面 有很多的資料 國防醫學的學生 台大的學生 還有鐵屋 職員 大概都是一般的知識人 那麼 這個事情 他們就 送到了現在所謂的 這個 這個 起來的飯店 這個 捲法處 那捲法處其實 它是兩個單位放在一起 一個是捲法處 一個捲法處 一個捲法處 那麼 1950年 他們 五月被捕 華月9月8號 大家就宣派 然後 還關在那邊 然後 母親 十月 十一月 十月提出申請 那麼 當時在牢裡面 有帶著動物資金去關的人 有好幾個 現在還有一個老太太在 還活著 叫陳琦 就是 曹熙龍、曹老師寫的這個 整理的那個 劉馬溝的那個 那個牧師裡面 那麼 也有訪問到他 還有 張昌美 那些是跟我們一起 他們都在一起 就是說 當時張昌美 是台中美化上來 陳琦 我們抓起來 那麼 通通在整個 所謂的 軍法處裡面 那麼 有了有帶固執 就懷孕了 所以 我 比陳琦的大力 要大力 大力 12月12號出生 或11月30號出生 我出生以後 就是我隔了很多年以後 我當兵的時候 就發生他的問題 因為 那個 登記的時候 因為往外生產 所以 那個 那個 山伯 我們叫產伯 然後叫山伯 山伯 山伯 天安伯 西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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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退伍 我退伍 林山伯 還是寫福建 因為他不寫我父親的 然後我的出生女兒人 還是11月31號 所以我的生日沒有那一天 那我為了追查之後 我還查了很多 我擔心可能是12月1號 後來查出來證明沒有錯 是11月30號 保外生產以後 就還是一路居生產 生產以後 然後 就回到住的地方 我做了三個月的約束 然後 再把 在我父母親 把他送回去再換 然後他們 後來回去了 就分批從 台北 或者分到台南 有的人分到各個地方 然後最後匯總 又匯總 以後再回到 關在台北監獄 那麼台北監獄 現在是看不到的地方 我最近在這裡 也騙子 要拍的就是為了 凡是恐怖時期 所以台灣有個監獄 那麼現在看不到的 最大的監獄就是台北監獄 台北監獄在哪裡 如果你從現在愛國西路 從 從 從 應該從北朝南 從西朝中走 過了那個 整個 杭州南路 過了杭州南路 左邊不是光華社區嗎 那光華社區 以前就是 台北監獄的 職員 或是工作人員 或是行務人員 住的宿舍 所以那條 外國西路 繼續往前走 到了中間有一段 台灣右手邊是 郵局 左邊是 中華電信 那整塊那個路口 那個地方就是大路口 那個監獄在日本人 來台灣的時候 1996年就成立了 1912年的時候 還有他的照片 所以這個 日本人把這個監獄幹 非常完整 那麼這個監獄的 站在那個路口的時候 一直往下看 他的後門就是 現在的 金山的路 那麼他的 我們在右邊呢 就是旁邊的巷子 大概就是 潮州間旁邊 潮州邊就是他的右邊 那左邊呢 就是那條 那個 司機飯店進去的那條路 那麼 那麼 日本人在關這些人的時候呢 在這個整個監獄裡面 進去以後 空灶 我們現在都可以找得到 那麼 左邊的 我講的就是那個 司機飯店那一條路 一直往外走出去 就是以前的 保空隙面對面 那個就是他的 邊上的 出口 就是 校巷口 那那邊 那個左邊那邊的中間地 在日治時期 是一個刑場 那麼有一些紀錄上 戴萬壽老師他們都寫過 其實都寫錯了 就是說 謝雪蓉在這裡被槍斃 其實是錯的 謝雪蓉沒有被槍斃 謝雪蓉後來回大陸 還跟 毛澤東倆還吵一架 他的身分的地位 他跟毛澤東都罵了自己 上去 所以 謝雪蓉是沒有死在台灣 不過在日治時期 包括後來的 抗日分子 或者所謂的 美軍轟炸台灣被打架 飛機 飛機 飛行員的士氣都被抓 在這邊是被槍斃 所以那個巷子 中間的一半 那邊 是一個 運石口 從那口出來以後 到了外面 就是出去 就是保護器人的 集在南路口 那條路 那條路就是死亡之母 就是他們送大路出去 那麼 這個監獄裡面的 左邊是 是刑場 那麼 右手邊 這邊 某武器他們就是關在那裡 就是說 台北軍也是 那現在把 服務綁掉 現在在這個地方的位置裡面 還可以找到一些城牆 那這個城牆是 1919年的時候 台北城 已經有 拆掉了 或留下來的 那些石頭 就放在這邊 蓋著 土牆這些監獄 什麼樣的 那某武器他們關在營業以後 到了 到了 以後 一年 就是說 我們現在常講 五月十七號 是第一批 剛剛下的綠島石槍 那時候是到綠島去的 就是說 我父親他們是第一批的 就是說 在關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有送到了 所謂的內武國小 現在的內武國小 內武國小 是以前的內武冠軍的 就是所謂的 新的水島 從天台那邊 從那邊 關了一段時候 再從內武 送到基隆 從基隆上的軍艦 從軍艦 再開到了 綠島 上去 那麼他們這些人 上去 第一批的人 是自己上去 然後 今天到歐洲 就是到 吳老師 去修監獄 把自己關起來 因為那個以前 是日據時期的 放浪 放浪 就是浪人 放浪什麼監獄 人居一所 那麼 他們監獄不夠 所以他們去 自己幹 那麼我父親 就是第一批 我母親 女生常過來 跳過來去 那麼 我隔了很多年 我到了 我今年六十三歲 我在我六十二歲的年底 我才知道我母親 去的時候 是幾號 因為我一直找不到 因為 他們那案子去的人 很多 有的過世 有很多查不到 那我們只知道 一筆資料 就是說 在那邊關的最多的時候 男人的 一千兩百 一千多號的人 但是 女的編號 只到九十九 就是說 一百個人 一百個人 只有一百個女生 那我一直不知道 我母親是幾號 後來就不知道 他是六十六號 那就是要很不容易的 經過六十年 能帶著巡查 才會知道 他去的時候是幾號 那麼 那個時候去的 每個人都用號碼寫在身上 那麼 在這些歷史的真理當中 我很多人 我做了三十五年的協物工作 我上班 在中國時報上班 在聯合報上班 你數得出來的大報 我都做過 那麼 我們在做這些上班工作的時候 我唯一是希望能夠回到 後來去拍這十幾年來真理 二二八歷史 跟白色工作歷史 可是我在拍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 孟導 你是最不像白色工作 不受害 不太快樂 那我覺得我快樂 有一次我碰到黃華 黃華 黃華就有一次他在講說 有一些人就問他 黃華 他被關了大概 二十三年還是三十年 我記不清楚 黃華也怎麼都不會老 他講了一句名言 他被關了 那是不算 所以他就不會老 所以他就不會老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要用這種心情去看待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們不會很難過 為什麼 也是事情過去 我再難過 我再想 還要再難過一次 所以他也講說 快樂的家庭都一樣的 不快樂的家庭 每個家庭有每個家庭的故事 所以每個家庭的事情去問 都覺得蠻奇怪的 而且很難理解說 怎麼一回事 我母親他們在 我父親從頭到尾在遇到 關了十三年 所以我在 他出來以前 我已經看過 我父親長什麼樣子 我身上還有 我現在還在 兩眼共舞 拿出來看 我常常帶著我自己 小時候三年級 還是四年級 寫的作文 上來一起鬼車 說我父親怎麼 出去工作啊 很多年啊 沒有回家 什麼什麼的 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那當然我當然知道他在被關 因為我母親被關 我是保外生產 他還送往綠島 到了綠島 1955年 他們又已經回台灣 因為女生在綠島 我好玩 就全部女生 已經回台灣的 生教組 那那個當時 叫生產教育事業所 後來叫仁愛莊 那我碰了李敖 我碰了余秀蓮 我碰了鄭成菊 我都叫他們教育學長 因為我給他們倍分高 李敖有叫我學長 因為他後來才蹲進去 所以他很晚 我去跟我母親 1956年去過武器 我關在生教組的時候 1956耶 李敖在1968 67趟以後才進去 我們都學弟了學弟了 非常穩 那至於余秀蓮 這件更是後期了後期了 所以我在整理這些歷史的時候 我們用比較輕鬆的時間 比較輕鬆太遠去看這個事情 當然有很多時候 也是很嚴肅的面 就是說 他割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後 大概2000年 2001年 有一個很著名的 一個專門研究燕影的 一個作家模式 他叫朱建凡 那朱建凡在我們做 我在報社做編輯的時候 我暗頭上就有一本書 我就會查 中國業務 他收集了這麼大一本 全中國的業務 就覺得他是很能幹整體這個事情的人 那後來有一天我才慢慢發現說 朱建凡他是 1901年出生到2001年 他好像跟張學良是同名的 張學良也是1901年 那跟張學良同年還有一個人很好玩 他叫做謝雪凡 謝雪凡也是1901年出生 大概也不是很多人知道這一段 他們是同名的一份 那朱建凡也是活了100歲 那有一天我才發現 朱建凡是誰呢 朱建凡的上司叫王超凡 那麼那個時候 謹稱 警種二凡 警種一個叫政治主 主任王超凡 副主任就是朱建凡 王超凡就是玩身教所的 所以我母親他們的釋放令上面 是蓋著大一隻寫王超凡 所以我知道王超凡 王超凡有時候到監獄 到到身教圖去看 那朱建凡偶爾也會來 但我那個時候小朋友 都不知道誰是朱建凡 這樣的一個文人 這樣一個受到很多人知道的人 其實他是特務來的 他是 他是 就像我們常在講說 我們在整理228歷史 或者是整理白孔歷史的時候 我們只找不到受害者 可是沒有找到強 就是 加害者找不到 而加害者就不講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吃了十幾年吃麵的麵攤 一個賣麵的太太 她稍微被我笑一點 我們吃麵吃了十幾年之後 有一天我就跟她聊了一個事情 我說 欸 那講到他們嫁的事情 他說我哥哥 是講到他哥哥的事情 他講到他二哥 他二哥呢 是 警備總部的 他有跟二哥上班的警備總部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就說 上班回來都好累 很累 他說他跟二哥說 你為什麼很累 上班每天打人打他好累 他負責行求 他打得亂七八糟 然後 他就跟我講 不打不行 我哥哥講說不打不行 不打不行 都不肯 不打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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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好累 我不想 我就問你 我說那二哥現在在幹嘛 他說他二哥現在是教徒 教徒 在教會裡面 非常虔誠的教徒 我說這故事 聽到一些地方 我就沒辦法再講下去了 我覺得 人生有很多事情 很微妙 我訪問那個 那個 二二八 四月四號 一九四七年 四月四號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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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雲被殺的 張契郎 他的孫子 張安滿 我問他我張安滿 他講 他說 他爸爸 他爸爸是 張 小鳳姐 他爸爸是 老大 從滿洲過來 因為日本人統治台灣 台灣有千人在滿洲投資 做開戲院啊 像楊英峰的爸爸也在裡面做新興戲院 就是 台灣人很多到滿洲去做投資 做礦業 做醫生 做娛樂業 那麼 那麼 張希良也是一樣 在台灣 他的兒子 三個兒子都到滿洲去 到沈陽 到那邊去做醫生 所以他台灣光復 他把那個 沈陽小孩叫回來 他叫回來 他兒子 十月多 坐船回來 坐船回來 1946年 十月多 然後 年底的時候 他家就來了一個常客 每天到他家那樣混 那 這個人 說是 中央幹校畢業 當時也不曉得什麼 說是 花蓮的 呃 這個 美容局的 商班 可是也搞不清楚 他們家也跟著吃飯 因為他們在鳳林很有錢 其實他們家從 從花蓮的 花蓮頭 到鳳林 到鳳林的往下 到池上 這整條線上 他們家有 大哥 山哥 好幾個都在這邊 有土地 因為他們客家人 從新竹起來 然後馬杰來台灣的時候 他爸爸做中醫 馬杰認識以後 跟著馬杰學習 然後 這就是張七朗的爸爸 就在那裡主 主婦 外主婦 外主婦 主婦那一代的事情 然後後來 張七朗才到了 到了 單純去練習 然後在現在的 淡水的街上 金牛膠這家店 開了一個 一個醫院 後來又回到了 到鳳林去做 去開醫院 這這麼一個背景 家人非常有錢 有個時刻 每天來中午 到吃飯 就跟著一起上桌 吃飯 拿筷子 那他還 筷子 變什麼 到了 二二八四月發生的 那天 到了 過了以後 二十一四部隊 從北部 從宜蘭 南方 然後通過 蘇華公路的水道 然後一直進到 花蓮 到進來 然後 還特地從 花蓮 我們說今天從 花蓮到鳳林 坐過車要好久耶 他也能夠從 花蓮走路行軍 到鳳林來 一定是有故事 來了以後 就在這個鎮上 就把我們家人 張西郎跟他兩個兒子 大人到山 通過抓起來 然後就把他殺掉了 那麼 殺來不死 還不算數 連上還拿刀刺的 刺刀刺的 亂七八糟 好了 張西郎死了 這些故事 開紀錄片的時候 我就是講這段故事 就特地拍 說 那張恩滿 那個時候是小孩 那天 警察 那個軍人到他家去抓人的時候 在門口帶路的 就是那個長安來家 來他家吃飯的那個人 那那個人叫什麼 叫方廷懷 安貴人 我爸爸一樣 看 方廷懷 方廷懷這個人 我剛才就拍了一個紀錄片 專門把他的證明背景查 方廷懷 中央幹掉畢業的 學生是 豚肯 但是豚肯 他可以從那麼遠的地方 來到了台灣 然後 他又不屬於任何一個指揮系統 然後到了林務局 然後到他家 然後最後 在他們家裡面 促成 也不能說促成 就參與了 這麼一個悲劇以後 他又回到我家 花蓮的林務局上班 然後又拿到了 教育部的這個證書 他如果在花蓮中學教書 那花蓮中學教書的時候 我做為一個朋友 一個作家 陳玉航 很聰明的 小有五千三寫小說的 我問他 我問知不知道這個老師 他說 他知道方廷懷這樣學校 他知道 我特地當學校 找老師 我還查 方廷懷最後 還有一度 還到了紀錄武里中去教書 還自己申請到 北投的福星綱去 去受訓 特務 然後他再回來 最後他到台中 在台中 我做到訓導主任 他在花蓮 在基隆 在台中 都叫 歷史公民 帝禮 國文 我現在講 朱建凡 講方廷懷 在我們做這些整理的時候 我們逐漸浮現一些 加害者的面貌 張七郎後來 好不容易找到了 方廷懷的頭卡 懷就是懷樹的懷 聽著的朝廷 然後 他走到他家去了 方廷懷已經過世了 他太太跟他講說 在牆上的照片 過世 他也沒有辦法 我們對過去的歷史的記憶 其實都很 像我拍 黃沙的故事的時候 我特地去回到他的老家去 到四川去 到四川到了重慶 到了成都 我到成都去 他其實是重慶 我到成都去找 然後 他們找到他弟弟 他弟弟 黃隆煒 黃隆煒就跟我講說 他是1922年出生 他說我哥哥是1992年出生 我看黃隆煒的弟弟 二弟 他跟我父親同年 1922年 我去看老先生 90歲 我去年 三千年找到他 找到他的時候 他說 他哥哥怎麼樣 黃隆煒的事情 我那時候 心裡就想到一個事情 他說 他是四川人 那四川人 江華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肯定了 他的恐怖的檢查 我認為 到現在回頭 很多場合 我認為這個恐怖檢查 應該是恐怖的警察 因為那一車上面 我們以當時的整個調查 就是說 陳一來接受台灣的時候 整個台灣的統治系統 他用的是中央蓋校的警察 他是留日人 他是日本東軍大學第一年 第一名畢業 所以 他是相當有程度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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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受熱的教育 所以 他 他在台灣用的時候 他喜歡做出來 因為日本人 同時 台灣也是用 用恐怖的警察 軍隊 看不到 武衡三三 所以這次的情況 我認為他用的名字 是 恐怖的檢查 因為他跟上海的邊際講 所以那邊的聽法 就是恐怖的警察 還是恐怖的檢查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 是恐怖的檢查 其實我認為他應該是 恐怖的警察 還是警察 剛剛聽聽說話時間到 所以我趕快結束 OK 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講完 因為彭導演拍一系列的紀錄片 我想可以分享的故事 還很多 剛剛短暫的分享 關於他自己的故事 我想 在座各位朋友 如果還沒有看過他的紀錄片 還有你的出身的話 有機會的話 其實可以看 那我們接下來 請莊聖旺先生 大家好 我們在做的大概 全世界只有我們在做 就是台灣紀錄兵的故事 台灣紀錄兵就是指 在那個十年 大概日本開始 整編韓軍支援兵 保護軍支援兵那個時候 到後來 國民黨來台灣 只要找了一萬國內戰 詳細數是不知道 帶去打國攻內戰 國攻內戰的時候 大概有三千個投降後備服務 換一個帽杯 馬上變解放軍 台積解放軍 那這些台灣人呢 又同工黨來拜兵祥 都被送到海陸國去打韓戰 打韓戰 所以 這一段的 很少人知道的意思 我們現在在鼓裡 我說我們製作兩件是 找故事跟說故事 那 找故事的話就是 有非常多的方式 紀錄片 出書 繪本 研討會 文學獎 其中我們第一屆 許照文學獎 在今年頒獎 就是這個文學獎 非常感謝 豬具和學獎 機器 他們全力幫忙 才是我們那本小說集 六篇小說才已經出版了 出版的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 那麼 這段故事呢 我們高雄齊進 有一個戰爭和平紀念公園 是台灣第一個 已經成績四年了 然後 進門的第一句話 我們很小間 所以那個都是活動式的 一個牆合起來的時候 是喬正王位 1984裡面講的一句話 就是 誰掌握現在 誰就掌握過去 誰掌握過去 誰就掌握了未來 這是一個歷史解釋圈 也就是說 怎麼去看待歷史 對歷史怎麼樣去評價 怎麼樣去挖掘出真相 那如果說 我新人要去利用歷史的話 他就用歷史來洗腦 就利用歷史的 利用教育的方式來洗腦 台灣就受到這個洗腦 所以轉型到現在還 來很冷漠 或者是說 一直還沒有我們成功 那另外我們講 我們肯定要做個來的事情就是說 這些戰爭是在全世界裡面 各個國家 各個民族 戰爭都是一個 一個傷痕 但是他卻是文學跟藝術 創作的一個寶撲 但是我們台灣卻有 氣質與不顧 沒有人來理會這一段故事 在日劇是在台灣 大概到1945那個時候 台灣有六百萬人 台灣人口六百萬人 有多少人去當兵 當日軍人 二十萬七一八三人 那個比例高不高 我們目前手上有 那個靖國神聖名稱 兩萬八千個戰王的台灣兵 都在靖國神聖裡面 我們把電子化以後 曾經有老先生到我們那邊去 說他想要查他 他太太的地 他說到今天為止 他們還不知道他怎麼死的 在哪裡死的 什麼時候死的 結果沒用電腦幫他一查查到 他非常激動 他亡靈 他死在靈靈 要怎麼把他引回來 要怎麼把他往靈接回來 才知道他的氣質是什麼時候 台灣人在國民黨來之後 他們非常喜歡這一批人 我舉個例子 留在中國大陸三千 那三千四五十年以後才回來 現在還有大概一兩百人還活著 一半時間在這裡 一半時間在那邊 一邊領台灣這邊的國防部的榮民救養 然後一邊領解放軍的榮民救養 兩邊都領 這三千個台灣人 他們人人都娶妻生子 因為他們跟當時的文化水平比起來 台灣人是很有水準 是受過教育 受過訓練 認識字 中國他們文盲非常多 有一個故事就是 有一個台灣兵 很少人 不過這三千人文化大革命中 被修一個很慘 因為這是台灣兵 然後有一個台灣兵在那裡 然後賣魚傘 當地的書記就跑去看他 然後跟他聊天 幫他找工作 然後後來把妹子嫁給他 所以這跟小文座的老婆 到他來的情況相差很大 然後裡面一些故事 我講比較特殊的一個例子 我們接手四年以來 從這四年裡 我們每年都固定有辦紀念活動 那我們辦的紀念活動 不管是在年份520年中 或是十月 只要有獻祭 正式的鹹蛙獻祭的那種典禮 每次絕對下大禮 每一次都下大禮 做到今年的815也下大禮 就是文學獎辦人給我們 815中戰紀念下大禮 然後518的文學獎辦人給你下大禮 做到最後呢 跟我們長期合作的 搭帳篷的廠商說 你這要去抖啊 要去敲抖啊 就是很邪門就對了 我們今天飛因為海岸線掉下去 今天飛快掉下去了 所以我們今年十月要開始做新的飛 那我們有特別警告廠商說 你一定要祭拜 一定要祭拜 我們的解釋是說 這這麼多人 這二十幾萬人 他們的冤屈沒有得到紓解 他們傷痛沒有得到撫平 那我們現在就試著在做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每年有超讀 但是沒有用 那現在我們就要開玩笑在大禮 明天的520我一定會下大禮 每年下大禮 然後連廠商他們都感覺很閒 那這些日軍 然後國軍的話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台積國軍他們是接受日本訓練 他們從高雄上船坐到沙 坐火車到許州 到許州 到許州再往北走 就是整邊七十師 就是七十軍 還有獨立六十二師 就是後來獨立九十五師 六十二軍獨立九十五師 這兩支軍隊參與人戰鬥 他們第一個戰鬥在山東西南 西南 他們國民打的時候 碰到的都是土拔魯 就是遊擊隊 但是只要碰到解放軍的正衛軍 就輸 就打了贏 那麼根據後來的 我們的溫室調查 在西南的時候 主要以台灣兵為主的部隊 共軍他們碰到的是 就是劉鄧中原也在軍 劉柏仁對下面 他們不敢打台灣兵 用包圍的方式不敢打 因為他戰力很強 那大陸兵就打一打他就丟了 要逃走 所以這兩支部隊 獨立九十五師 叫華北趙子龍師 說逃生成軍以後 從來沒有丟過一鐵機槍 他們參與了塔山戰 有一點研究的就是 國公那樣知道 塔山戰是東北整個丟掉的關鍵戰 就是 台灣兵獨立九十五是從西鄉東 要打塔山 然後 雕要說 在東北那個時候 生雕要下來了什麼 他們的部隊已經被圍很久 他們出來西進 兩邊要合集 塔山如果被國民黨拿下來的話 共軍就撫被守敵 可是塔山如果過不去的話 東北的十萬軍隊就會被剪滅 最後是被剪滅 所以 這個獨立九十五是台灣兵為主 趕快死了 大概七歲了一大塊往南 退回到台灣 整邊其實是在 徐霸會戰 海海戰役的時候 是新武軍 也就是國軍黨的王牌部隊 那個 那個誰 嗯 邱興田 邱興田是新武軍降臨 也是變成國民黨的王牌部隊 那麼 國軍大部分都死在 台籍國軍 台灣人大部分都死在徐霸戰役 徐霸戰役死了十七萬 我們推不過 大概有 將近一萬個台灣人在那邊 那那個東西是 海海戰役 烈士靈原 共軍的 當地就是十目 十怪 十目一個一個人 排得很整齊 然後呢 國軍是挖大坑 挖大坑 然後 一排 然後再一整石灰 然後再一排屍體 一個坑人幾十個人 我們一找到那些 找到那些土修人 然後我們也跟 跟政府反應 但是政府 對政府來講 那是一個 嚴重的傷痛 啊 民進黨就說 這不光我們自己 那你國共內在 啊 但是這是台灣人 將近今萬的台灣人 今天還埋在那邊 然後也沒有今天典禮 也沒有祭祀 也沒有人去挖 我們就說 凡凡 只有人類歷史以來 沒有任何一個政府 一個軍隊敢做這種事情 把自己的 政王將是 為你作戰 政王將是丟在戰場 尸骨丟在戰場 那今天政府還是不穩 不聽不穩 到時候 沒有這回事 我們準備在 明年1月10號去取收 可是現在可能 相當複雜 因為都沒有海鞋會 海鯨會 然後最後一定會到國才辦 那因為他們對這種事情 還 就我們分析 了解是很複雜 可能要好幾年的時間 才不要去到那個地方 至少 因為他的屍骨都疊在一起了 而且當場 其實共軍跟 解放軍跟國民黨軍隊 已經沒有辦法分別了 你找不到明號的 就通通挖大庭埋子 那那個相片 我沒有找 我沒有排回來了 那麼 試著努力去那邊做一些經驗 你想想看 這三萬的台灣人 他回不到家鄉 難怪我每次放經驗 活動都下大雨 那我身上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木雕 叫都蘭塔場的一個原住民作家 叫西俊蘇菲 但他是清度有多長 那個片子 那個紀錄片 他去的去到徐州 大概是城關莊的地方 因為最後 徐州角種那個 杜宇明跟秋心犬被衝散的地方 是城關莊 最後一刻 所以每年1月10號 1月10號的凌晨3點半 秋心犬自盡 所以1月10號我們準備推動 以每年1月10號 是台積國軍的日子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木雕 高3公尺 非常大的木雕 我們現在新的紀念碑 就是以他這個 以他這個 他這個木雕 是一個有翅膀的阿平哥 帶著一個北方雪地的國軍人 軍馬 然後他手是這樣子 已經戰死了 在都蘭 就阿美族的傳統裡面 在外地戰死的勇士 他回不了家鄉 他就祈求祖靈 賜給他翅膀 讓他飛回家鄉 這個創作是這個意思 剛好是台積國軍 在許棒戰死的 發揚戰死 所以我們這次新的紀念碑 就是以這個形象 來代表 那時候當初去做戰 台積國軍 不管台積國軍 不管台積國軍 原住民和客家 非常非常多 在中國到戰場失利 許棒之後 被抓去華北軍政大學 去受訓 當作也就是 警方台灣的主力幹部 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然後我們翻了台積國軍的名證 郭文部後來有造冊 有1700多人 各先是平均分配 可是到陶竹苗跟花童的時候 密密碼 看得非常精準 密集程度非常精準 所以我們每年辦研討會 學術院討會 現在開始每年辦文學獎 然後辦紀念活動 書院一直在書版 一直在做口述歷史 我們這陣子去陶竹苗 去做解放軍的 台積國軍的口述歷史 他們非常激動 集團大學也非常高興 你們來聽他們講話 我們想要幫他們出書 那這件事情都是在跟時間賽跑 那麼 這個就是把這個 曾經 我們的 這裡面很多 一個非常大的特色 很多人都是一個人 穿三重軍服 他去當過日本兵 然後當時有兵叫做 去投降之後 把他的兵 丟在南洋 丟在海南島 丟棄在那邊 不理他 他們都會自己想辦法回來 回來之後 又會沒有工作 沒有職業 又進東密南 到中國南內戰 打一戰之後 又變成解放軍 所以很多人都是一個人 穿著三重軍服 我們覺得做這個時間 自己的感觸意義很深 就是 劉鋒松之前國使館 館長劉鋒松老師 他說這一群人 台積國軍 日軍解放軍 是沒有國家保護的戰士 通常是暫時保護國家 但是這些戰士 沒有國家去保護他們的戰士 我們有一個很深的感觸說 和解 敵對 所有的例子裡面 要談和解 有一個先決條件 所有的人 不管任何政黨的人 他要對這塊土地認同 沒有這個共識的話 不可能和解 你認同是中國 我認同是台灣 所以到最後一定變成政治 政治惡動 一定是動物吧 可是你看別的國家 那邊有一個共同的美國 共同的英國 他國家裡面 他在整個鬥 會鬥到一種程度 然後另外轉型 這個民主化 或自己額外 除了老兵主要自己 分享一些我的經驗 我認同一個美國加州的檢察官 美國人到來台灣 娶台灣太太 跟他聊過台灣的狀況 是一個人 他說我們台灣跟土耳其很像 你看起來是總統民選 行政權 立法權都民選 可是他真正在控制這個國家 是一套情勢系統 是檢調 司法 是在控制 跟土耳其很像 實際上並沒有民主化 那我個人的經驗 我在實際上就知道 因為我長期在做 從事衝撞 設計衝撞 因為我自己的監聽號碼 我都知道 固定的一組監聽號碼 我都知道 然後到現在 還有叫做什麼 國安會報 每個人的國安會報 上面也評測 送到自殺機上的辦公室 但是很奇怪 這些情勢系統 所有的資訊 最後一定全部集中到總統 那總統就好好的用了這些 這多好用 每個人把柄都在他手上 他可以做什麼 愛做什麼就做什麼 然後這些資訊 調查局 憲兵 憲調組 藤武 他們 這些資料很奇怪 所有的國安 匯報 我在總統府 我跟著業局來 我不是在處理 我在總統府民主長當時待過 所有的文件經過我的手 但是到我們執政的時候 綠色執政的時候 那邊的報告都沒有來了 然後到今天 因為我 我有肺炎在裡面 我們講資訊之後 那些資料又來 每月的國安會報 因為為什麼我會知道 他說我每個人的文名字都在上面 他就幫我拿掉 像我這種小咖 都有人 你想看這些大咖 我看老師也知道 校園裡面的也很嚴重 校園裡面的掌控也很嚴重 那這次剛好趁 就是武漢獎的1984老大科 最近有那個姓馬 那個姓黃的老大科 就在那邊 把這個東西挖出來 但基隆有一個 大學基隆有一個海事調查處 他們專門負責 對社會運動緊鬆 然後他們一開始 派一個 周邊 那時候是台灣人權主席 會在做出街頭上的死刑案 的案子 然後派一個報社的記者來接近 那我直覺就知道他是特務 那到後來呢 就被人海料書 海事調查處理 直接找我 找我吃飯 跟他聊天 因為我跟他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我把我的記號 我不會全面跟他講 我未來要做什麼 我也會跟他講 我不設法就對了 假的找這個 他來找我 另外一個同事來找我 這個他不知道 我跟他處長認識 他來找我吃飯很久 我說奇怪 你找我幹嘛 你為什麼他來找我 他說你不知道 我找你 我回去寫報告 我一個禮拜 不用上班 一個禮獎金 所以 這些東西 其實到今天 還是一定要存在 所以 如果我剛才講 一個土地的認同 一個特務系統 這個東西 沒有解決掉的話 我覺得是 不可能 所以我 腰轉期是很難 很難 要和解要轉 就是太難 那大概 大概 謝謝 那我首先從兩個小故事 談起 前陣子 紅中九萬票 火熱的時候 有一篇 在網上流傳很廣的 一個管人健鮮的作品 所以 今天有露營 應該講 那他就寫了一篇 就是說 裡面那個陳寅的司官長 變護律師 是劉恆慶 那陳寅以前是 金總的主任菊瑪芳 他就寫了這個故事 然後流傳非常廣 在地人道演演的專載 那他裡面就寫到一句說 在過去那個 回首四十年的悲情歲月裡面 我們有十六萬 曾被起訴迫害者 七千多個黨上有名的槍下亡魂 那我就很好奇 他這個數字怎麼辦 這在我過去的 公共經驗裡面 沒有相關印象 有這個資料出處 我就去問他 那他就偽心跟我說 他的兩個資料出處 一個是田虹茂寫過的九萬 黑氣數人 那謝聰明 我在金美軍法開座所的日子裡面 寫過十四萬 那我就說一個九萬 一個十四萬 那十六萬是怎麼來了 他就沒有再回落 好 第一個故事 那第二個故事是這個 中午有個大陸的經濟學家 叫毛玉士 就是公共知識分子 然後比較是自由派 去年德國那個 Milton Friedman 都被人經濟學家的那個 那他在幫那個 英國的金融時報 Panational Times 的中文版 寫專欄 那八月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 台灣228紀念碑的啟事 那我就去讀了這個文章 文章的開頭是這樣寫 他寫說 在台北市總統府前的公園路右側 立有一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 OK 這是他開頭 但題目是228紀念碑 那中間就寫 這塊碑主要用於紀念蔣介石 進駐台灣後 1947年到1987年中 受政治迫害死亡的人 總人數估計有三萬左右 不是一個我沒有聽過的數字 其中已得到撫恤經者 有一萬三千人 他們之中大部分死於1947年的 228事件前後 這什麼又是228 那後面就是在寫 描述這個228事件的背景 那寫說當時國民黨非常腐敗 蠻恨無理 激起台灣百姓強烈反抗 但國民黨的治安人員 打死一名白小灘的婦女 應該是領獎賣分 他沒有被打死打傷 激起幾十萬人的反抗 反正這個文章裡面 類似的錯誤吧 白色恐怖跟二八 混在一起的不聲媒舉 那這不是重點 我當然後來有寫先去跟編輯講 那這兩個小故事要 不過這樣講起來 我其實也不是在網路上 一直踢拐的憤慶吧 就是說 只是基於職業病 就會很好奇他們的數字來源是什麼 那這兩個小故事要講的是什麼 就是在說 今天我們題目談的是 轉停正義的未盡之功 那我想 就是說從這個可以帶到的 一個關於人數 白色恐怖人數的爭議 一個關於白色恐怖 這個事件的性質 常常被跟二八混淆在一起 那這個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一般講 國際上處理轉停正義 其中一般很重要的 就是歷史真相的調查 所以到今天白色恐怖 所以這個 以白色恐怖來講 剛剛主持人開場的時候講過 將近四十年的戒嚴期間 那國家機器的行駛的暴力 他控制跟滲透社會的方式 就算了 對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